十一月了很快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的比喻 耶稣行的第一个的神迹就是 遍水喂酒 在一个婚宴 一个非常欢庆的场合 很多的宾客都前来祝贺这一对的新人 正到喜庆达到高潮的时候 很多人来新郎新娘酒的时候 突然发现代表这个喜庆的酒没有了 这意味着这一场的欢庆要提前结束 这个非常尴尬的时候 耶稣介入了 他把六缸水变成了六缸满满的美酒 这个耶稣用水变的酒比主人精心准备的酒还要好 这个欢庆不但可以继续而且达到了另外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不是 也是这样吗 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耶稣的介入 很快我们的喜乐就没有了 再成功 再辉煌的人生 都有酒用尽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 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 你不开心 你很多的忧愁 你该怎么办呢 当然你可以找弟兄姐妹去得安慰 找牧师来得安慰 但是可能短短的一段时间 只有耶稣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喜庆 你的欢庆 才可以保持得更长久 那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二个神迹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何尔本圣经给了他一个标题叫 医治大成的儿子 不过很奇怪的就是 这个大成的儿子在这个故事当中从来没出现过 主人公是耶稣和这个大成的对话 如果说第一个神迹是发生在人生最快乐的时候 这个结婚婚宴的时候 那么第二个神迹可能就是人生最悲伤的时候 因为这个大成的儿子病得要快要死了 所以在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时候 弟兄姐妹耶稣永远在那里 无论是最开心的时候 人生四大喜事是什么 九旱逢甘露 当中有一个是 洞黄花竹叶 九旱逢甘露 金榜齐鸣 考金大学 还有一个就是洞黄花竹叶 结婚的时候 耶稣出现在这个人生最开心的时候 婚礼的现场 解决这个很尴尬的场面 那人生的四大悲呢 我去查人生的四大悲 我查了人生四大悲是少年上父母 就是你年小的时候父母过世 有句话叫没妈的孩子像一根草 像一根草 中年上配偶 就是你到了中年 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过世了 你就很孤单 没有伴侣 其中一个就是老年上独子 年纪大了 本来希望有自己的一个独生的儿子 可以来照顾他 但是年纪大的时候 儿子要死了 白我们说白发人要送黑发人 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大臣 他的儿子病了 而且经文说这个 被病得非常的重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 首先我看到这个人 来见耶稣的人的 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大臣 英文圣经用的是 Royal Official Royal 一听到这个词就是跟皇帝有关系的 皇室的成语 皇室的官 君王朝廷的一个官 皇室的一个官员 这个希腊文原文的直接的翻译就是 王的人 王的人 王的人出现了问题 通常怎么办呢 一个高官 我们想象一个很高的官 的儿子病了 我想你是高官的话 一定有很多办法 首先他 高官他有几样事情 他有几样事情他不会缺 第一个是权力 他可以 命令 全国最好的医生 专家 组织一个专家的会诊小组 来给他的儿子看病 然后呢 发现病是什么病以后 他有一样东西也不缺 就是钱 高官嘛 肯定有很多钱 所以呢 他可以买最好的 这个药材 给他治病 然后用这些 千年的人生 东崇的夏朝 都给他来补 不过不幸的是 这个最好的医生 最名贵的药材 最好的补药 都没有办法来治好 这个大臣的儿子 那个大臣实在没有办法了 他就想到 他曾经听说过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在耶路撒冷 行了很多的神迹 他可能也听说 这个耶稣 他在迦拿 行了这个水变酒的神迹 这个耶稣 从耶路撒冷 又回到了 变水为酒的迦拿 所以这个神迹 还是发生在那个地方 于是这一个 非常爱他的儿子的 这个大臣 就从加百农 千里迢迢地 跑到这个加拿 去救他的 求耶稣来救他的儿子 因为他没有希望了 明医明药都已经试过了 四十七节的经文说 他听见耶稣 从犹太到了加利利 就来见他 求他下去 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 这个大臣的地位是很高的 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但是这个大臣 为了救他的儿子 他听说了耶稣的神迹 他来求这个耶稣 通常人的尽头 才是神的开始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来找耶稣 耶稣面对大臣的这个祈求 他回答一句话 他没有一口答应 他说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明显这个耶稣 他面对这个 长途跋涉来求 求他救他儿子的这个大臣 他的回答是带有责备性的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其实这句话我们去读 可能你会发现 好像逻辑上也是有一点问题 他说这个大臣不信 他在责备这个大臣 到底是不信什么呢 很明显这个大臣 是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 他才会从这个 加百农跑到加拿 虽然加百农到加拿 我们现在看的话 路途不是特别一样 大概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 但是当时没有汽车 只能靠走路 或者是马匹 或者说驢子这样 也要好几个小时 然后他要求一个地位比他低的人 我相信这个大臣 他相信耶稣有 听到耶稣行的声音 他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 来救他的儿子 所以他才会来求他 低声下气的来求耶稣 不过耶稣面对这个大臣 来寻求医治 他责备他 但是我们看到 他责备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臣 因为他这里讲到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总是不信 不单包括了这个大臣 也包括了在场听到的所有的人 你们总是不信 耶稣在责备什么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耶稣行了这个 遍水为酒的神迹之后 他就去了 到了逾越节 他就去了耶路撒冷 他在圣殿 我们应该熟悉这一段经文 他在圣殿看到很多做生意的 他就推翻桌子 演了一出戏 我们可以叫他大闹圣殿 演了一出戏 然后到了第二章结束的时候 有这样一段经文 大闹圣殿之后 叫耶稣洞悉人心 经文说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于越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席的神迹 就相信 就信了他的名 就信了耶稣的名 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 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 有时候和尔本圣经 可能翻译的不是 不是太容易让人理解 我们对照新一本圣经就更清楚 他说 那些人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以后 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想什么 这些人是很清楚 他们是信了耶稣的名 但是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耶稣不信任这些 仅仅是因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相信他的名的人 因为仅仅是看到神迹 才相信耶稣名的人 他们的信心 耶稣在这里责备是 他们的信心是很浮浅的 因为一旦这个神迹停止以后 可能其中我不知道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的人 就不相信了 因为神迹已经没有了 他们建立信心的基础 就是神迹 有一个中年人 他患了病 很惨 他有七十多岁的父母 小孩才十几岁 所以这个中年人 查出了就不治之症 医生就对他的病情的预测 就讲得很无情 他说你的生命可能还有 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这家呢 他通常只有在复活节和圣诞节的时候去教会 虽然他们在教会出现的次数不多 但是这个牧师听到他们家里的情况之后 他就去探访他们 回到他们家里面去为他们祷告 那个中年人就跟牧师讲 他说你看在圣经里面 耶稣医治那么多人 他说他应该也可以来医治我吧 他说牧师你信不信他可以来医治我呢 那牧师跟他说 那我们就祷告好不好 那个人说 如果耶稣真的医治我的话 我一定好好地信主 好好地敬拜神 后来牧师就跟他一起祷告 也盼望他自己平时也可以向神来祷告 那结果呢 真的神很怜悯他 把他的病治好了 医生都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可以 他的这个癌细胞就没有了 他就可以治好了 虽然这当中也经历了很非常痛苦的这个治疗的过程 这些各种的治疗 但是这是一个神迹 医生都没有办法相信 也没有办法来解释 于是当然这一家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几个礼拜他们就很开心 全家就穿得很整洁 来早早地来到教会 来唱赞美诗 来听牧师讲到 在教会里面 这个弟兄也分享 他那个这个蒙恩典的 这个蒙医治的见证 不过呢 过了几个月以后呢 我就发现 他们的小孩没有来 可能小孩 当然小孩没有经历神迹 只是这个中年人经历这个神迹 不过再过一年以后 他们也不是每周都来 再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状况 只有在复活节和圣诞节的时候 来教会 一切都恢复到跟以前一样 好像这个事情都没有曾经发生过 神迹是一个兆头 我们上次讲 神迹是一个兆头 如果这一场的冬雪 没有带来明年庄家的分收 那这一场的冬雪 跟这个瑞雪 兆丰年是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神迹是一个记号 一个指标 那个如果这个神迹 没有带你更加的去认识 我们所信的耶稣 所信的神 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指标 跟着这个记号 那么这样的神迹 对我们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耶稣就对这些人说 若不看见神迹 其实你们总是不信 但是看见了耶稣 行的神迹的人 他们都真的信了吗 故事在发展下去的时候 那个大臣就第二再次的恳求 耶稣去救他的儿子 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 还没有死就下去 耶稣是回应了他的请求 但是耶稣就没有下去 没有听这个大臣的话 说跟你好我跟你一起下去 没有 耶稣给了大臣一句话 他说你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是我 听到这句话 可能我们第一反应 我好不容易跑了几十公里 跑到你这里来 求求你跟我下去 去治一治我的儿子 我知道你可以救他 但是你一定要跟我下去 那个大臣的反应 是出乎人意料的 他说那个人 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很奇怪 我在读这段经文 我觉得很奇怪 好像耶稣搞错了 耶稣是明显搞错了 因为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不看到神迹 你们是不信的 但是到目前来讲 这个大臣看到没有 他根本到目前还不知道 他的儿子有没有活 他的儿子还有没有被医治呢 这个大臣还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大臣居然听了耶稣的话 就回去了 怎么这个大臣没有看到神迹 他就信了呢 耶稣之前不是说 你们不看见的话就不信吗 是耶稣搞错了 还是耶稣低估了这个大臣的信心 创世纪的经文讲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 然后怎么样 就有了光 阿萨路死了 死了四天 死人怎么可以医治呢 马大去求这个耶稣 然后耶稣来了以后 这个指着那个坟墓 马大说马大怎么说 马大说主啊 这个他已经臭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 拉萨路说了一句话 耶稣说了一句话 拉萨路出来 那个人 那个死人就出来了 在诗篇33篇 诗人的颂赞之歌 诗人说 诗天接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接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 收藏生羊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后面经文说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神的话 所有就有 命力就力 耶稣说那句话 好像是突然 把这个大臣的信心 提升了很高 突然把大臣的生命改变 神的话 有没有在我们的信心当中 产生坚固的根基 面对这个大臣 有这样一个信心的伟大的 转折 本来可能这个大臣 他只相信 耶稣能够行这个神迹 行这个歧视 可以医治他的那个 儿子 但是当这个大臣遇见了耶稣 他听到耶稣所说的话 很神奇的是 他信了 这是一个神迹 这也是一个神迹 如果不信上帝的话 就像 就算我们经历 太再多的神迹 可能我们也有很多的借口 对我们有没有用呢 如同那个 刚才我们讲到被经历了神 神奇医治的那个中年人 过了一年多 他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有一个财主死了 这个财主 死了以后 经文说 他被扔在这个阴间 很痛苦 有这个火壶的火 然后他以前在他家门口讨饭的 那个拉萨路 他却躺在很幸福的 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他就恳求亚伯拉罕给他一点水 亚伯拉罕怎么说 他说 你早知今日 你何必当初呢 当初你为什么不信 你现在看看 你很痛苦 那个财主就很后悔 对吧 他说 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办法了 但是 他就要求这个亚伯拉罕 他的心上也不错 他说 我还有五个兄弟 求你行一个神迹 让这个死的拉萨路 可以回去 来告诉他的五个兄弟 让他们相信 以至于他们不要再走我的老路 现在这么痛苦 不信的人 死了以后很痛苦 亚伯拉罕怎么回答这个财主 他说 摩西和先知的话 在圣经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还是不信 如果连这个都不信 连神的话都不信 连写在圣经上的话 你们都不信 难道你认为 叫一个死里复活的拉萨路 去劝他们 他们会听吗 经文 亚伯拉罕说的很清楚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的 一个不信上帝的话的人 就算是看到了神迹 又怎么样 一个不相信神的话的人 就算他看到了神迹 他还是不信的 我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的福音朋友 他们就经常会说这样的话 他说 你如果让上帝出来 让我看见 那我肯定信了 对不对 上帝是肯定不会出来 让他看的 就算上帝出来让他看 他也看不见 因为神是个灵 但是弟兄姐妹 告诉你们 当我们信了之后 我们属灵的眼睛就被打开 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 经文说 虽然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叫人无可推诿 虽然我们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上帝的独生子 却将他已经表明了出来 我们是看见了才信 还是我们信了以后 才可以真正的看见 看见了才信 那个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 但是凭着信心的看见 才是真正的看见 当耶稣复活之后 他的门徒就告诉 多疑的多马 他说我们已经看见 复活的耶稣了 很多人跟他这么说 但是他也不信 他说我非要自己看见 然后我还要用我的指头 探进去 探到他的内旁 否则我总是不信 耶稣真的给他看了 耶稣真的给他看了这个神迹 你的指头摸我的手 多马逝了以后 他信了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说了一句话 你应看见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就有福了 就有福了 这个大臣是有福的 他来寻求耶稣 他要耶稣给他一个神迹 救他的儿子 面对他的请求 耶稣没有拒绝 但是耶稣也没有跟着他 跑到他的 家百龙的家里面去医治 耶稣只给了他一句话 你的儿子 活了 这个大臣必须要凭着信心 两手空空的回家 赶了四十里路 再要赶四十里路回家 不过经文说这个大臣信了 他信了耶稣的话 之后的事情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经文说大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说他的儿子活了 然后大臣问什么时候活的 他说昨日未死就热就退了 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 最后的经文 最后的经文说 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 这也是第三次出现信这个字 这里又一次出现信这个字 大臣和他全家都信了 这个时候他们又信了什么呢 难道还是只是信的 那个是神迹和奇事吗 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 经文说耶稣在门徒的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是叫他们信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信了他的 就因为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里经文说 耶稣其实写了很多的神迹 但是都没有记下来 难道写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偷懒 为什么不记下来 难道神迹不重要吗 保罗曾经责备这些人 这些看重神迹的人 他说犹太人要神迹 希腊人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神迹是神启示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从神迹当中 来认识这一位神 耶稣对大臣说 你的儿子活了 这次不但是他的儿子活了 而且他和他的全家都活了 而且他们的活是真正的活 他的儿子被医治了 他可以活一段时间 但是最终还会死 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全家都信了 这个大臣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历了这个神迹 这个神迹没有让他白白的经历 这个神迹让他的信心被再一次的坚固 他能够经历这个神迹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高官 但耶稣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对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接待的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前几章的记载 我们看到耶稣是接待每一个人的 他接待这个有这个丰富的知识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尼格迪姆 然后他再去接待那个很贫穷的被人看不起的 被人鄙视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这里他来接待这个高官 这个大臣 这个王室的官员 耶稣接待每一个人 真的是无论贫穷 无论富贵 好像这个是像结婚的时候的誓言 但是这样的誓言 我相信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到 我们人可不可以做到呢 我们靠着耶稣的话也能够做到 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 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这个大臣是很有福的 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大臣听说 这个耶稣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 所以他长途跋涉 求耶稣给他一个神迹 救救那个没得救的 病入高荒的儿子 耶稣给了他一句话 你的儿子活了 这个大臣他在还没有看见 他没有亲眼看见 他的儿子活的时候 他就相信了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信 希伯来书说信是什么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不是我已经看见的事情的确据 信是我还没有看见事情的确据 那才是真正的信心 你到儿子活了 这一句话在这个故事当中出现了三次 每一次对这个大臣都是一个信心的提升 那个大臣信了 信了之后 他再一次看到了耶稣的神迹 他的信心也再一次被兼顾 C.S. Lewis写过一本书 就叫Miracle 神迹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神迹的出现 是为了兼顾我们的信心 好让没有神迹出现的时候 我们依然可以坚信不移 神迹的出现 为的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好让没有神迹出现的时候 我们仍然坚信不移 你的儿子活了 不仅是肉体 他的儿子的肉体被得到医治 而是真正的活了 因为这个大臣和他的全家都信了 他们信了什么 他们不是信了耶稣可以行神迹 这样他们活不了 他们信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 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还没有特别的神迹出现 可能我们正在面临一些人生的挑战 甚至一些的苦难 或许是我们有经济上的困难 或许是你工作上的困难 或许是你生活上的困难 或许是一段人际关系的困难 甚至是家庭当中的困难 婚姻当中的困难 可能我们正在祷告 我们正在等待神给我们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如果出现 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等待 神给你一个神迹 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神也在等 神在等我们能够成为祂的一个神迹 神在等我们可以靠着祂的话 可以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但是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 这些话我们相信吗 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神迹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有上帝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都有留着上帝的痕迹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没有 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我们是不是信耶稣是基督 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 耶稣对这个大臣说 你的儿子活了 这个大臣就信了 耶稣也说过信我的得永生 我们信吗 耶稣说过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我们信吗 耶稣说过虚心的人有福了 哀动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依的人有福了 连续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些话我们都信吗 耶稣说听我的话 有遵守的人 这个人是有福的人 这些话我们都信吗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真的感谢 你全选我们成为 你自己的儿女 你看顾你保守 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生活当中 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 我们有的时候来向你祈求 我们要等待你给我们一个神迹的出现 但是主 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知道你是神 你是我们的主 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 成就这样的神迹 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来战胜我们的困境 我们原本破旧不堪的生命 可以被你的话语来改变 成为你的神迹 成为你的见证 成为你荣耀的彰显 可以来荣耀你 帮助我们成为你的神迹 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 可以传扬你的福音 让更多的人生命被改变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大家起立 我们再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单纯的信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起立 向他述说 他自平安深切光阔 世事保守时我永远夯 长长起闹 梦中祷告 凡是些恩物 何必这更美好 就是用火源头 做我一只公益 当我降落在他手中 他能抱拳一直到入愁 每一这一天 我先感谢 全员在此交付与众面前 他身上灵火水 使我满足关销 沉默灵力向来流淌 沉默一满且从我降降 无需忧虑 无需怀疑 无需怀疑 每需求他以后 和他定义 每年都有需要 凡是向他诉说 他自平安深切光阔 世事保守时我永远夯 长长起闹 长长起闹 不足道高 凡是些恩物 何必这更美好 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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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手中 他能抱拳一直到入愁 凡我交托 在他手中 他能抱拳一直到入愁 感谢主 大家请坐 好 这是我的肉 这是我的血 为你们流出的 吃我的肉 喝我血的 怎么样 后面他说 就有我的生命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 他引述耶稣的这段经文 然后他说 在逾越节的那一晚上 耶稣设立了圣餐 让我们可以 每个月 我们信耶稣的人 神的儿女可以来到 这个饼和杯的面前 我们来领受他的生命 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 这个杯 代表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 让我们一同来 纪念我们的主 我们请李弟兄和Kevin上来 请李弟兄为这个圣餐 有一个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的祖 我们感谢你的恩 你对我们 你给我们带来 异常的饮食 给我们 让我们 在 你的恩 在 一切 都交托 给 都保守着我们 你的恩 是 你的灵 是像 行在地上 是保守着我们 我们 时时时刻刻的 让我们 这个灵命 生活 让我们 避过 各种 试探 你的恩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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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这个 神性 我们 我们 还是 为你 为我们 我们 的罪 流血 和保血 为我们 献上 你的身体 为我们 定十字架 感谢 主的恩典 以上 是奉主的耶稣 送主耶稣的名 祈求 阿们 我们 我们可以按着次序来领 可以按着这个次序从这边 这边从这边 的 你 来 你 能不能 祈祷 我们一同起立 这是主的身体 为我们掰开 因祂的边伤 我们得医治 因祂的刑法 我们得平安 我们一同 来纪念我们的主 为一同举起 这个救恩的杯 因为这杯 代表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出的宝血 我们每一个 属祂的儿女 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求祂的 我们有得罪的地方 我们求宝血的捷径 和赦免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 我们继续站立 我们一同来唱出三一颂 赞美真身万福之灯 一生生灵荡灿主恩 与生灵荡灯主恩 赞美真福 圣子圣灵 阿们 我们一同同心祷告 心从领受 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天父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拣选我们 成为祢的儿女 我们也愿意来相信 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求祢祝福我们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为天父永远不变的慈爱 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请坐一起磨蹈